大家在敲完的課表 這不就回來了嗎? 新手友善特區 10K變強篇 OK 那我們這一季的課表呢 跟上一週期其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 我們這次的訓練規劃呢 其實是把10K分為八個禮拜 那前面大家已經執行完 第一個週期就是前四週的課表 那第二個四週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週間的強度訓練 會從上一次的短距離的速度類型 轉變成比較接近比賽的這種強度四驅的節奏跑 所以其實週間的游泳來看 禮拜一、禮拜四、禮拜週末 其實這個內容沒有太大的改變 還是以慢跑為主要基底 但是我們在週間的強度呢 從原本的200公尺間歇、400公尺間歇 到這個週期只會跑一次的400公尺間歇 那接下來的三週呢 就會比較多是強度四驅 那可能每次都要跑3到5分鐘不等的這種節奏跑 來刺激你的10K可以再往上突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一週的訓練課表 那第一週的訓練呢 總共安排四天 那一個禮拜四天呢 包含禮拜一、禮拜三、禮拜五跟禮拜天 那禮拜一跟禮拜五、禮拜日呢 這三天呢都是以游泳慢跑為主 週一呢會跑一個30分鐘的慢跑 那週五會是比較輕鬆一點點的低強度 大約呢是20分鐘的慢跑 那禮拜天呢會有一個稍微長一點點 大概是40分鐘的慢跑 那這三天的慢跑呢 基本上跟上個週期沒有太大的不同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禮拜三的這個強度訓練 會維持上一個週期 也就是大家拿了上一份課表的 第四週的這種強度練習 我們會跑400公尺的強度間歇 那比較主要的目標 還是可以希望刺激到大家的速度可以提升 配速能力提升 還有最大散熱量可以得到有效的刺激 那跟大家補充幾個小問題 就是很多留言有留言到 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可能心率已經爆炸了 那這個時候我到底該看速度還是看心率 像我們在第一週裡面有安排第一個課表 是強度5區的400公尺要跑8趟 然後每一趟原地休息2分鐘 那像這樣的間歇訓練的刺激呢 如果大家把你的訓練數據攤開來看 它就會有很像梳子狀的這種 每個小坡峰會這樣起來 那我們的訓練目標的刺激路段 就是在每個坡峰的下降 要再重新開始下一趟的時候 因為每趟每趟的堆疊 會讓你的心率開始下降的時間變慢 這個時候呢 你就每次從舉例110開始起跑 心率120開始起跑 到第五趟的時候 你可能起跑的數值已經來到140 那你就可以一下從140就可以刺激到 可能往上到170、180 持續在我們目標範圍的刺激時間變長了 訓練效果才會比較顯著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大家在跑這樣的 間歇訓練刺激的時候 我們還是以配速為主要目標 但如果你真的已經覺得身體撐不住了 然後心率看起來超高 它就真的代表你可能需要休息 但我們的安排目前只有400公尺 差不多你快不行的時候 也已經到達終點 那所以心率這件事情 它比較是往後反應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先以配速為主 你不要在跑的過程 一直看自己的心率 真的太高了 我會不會這樣跑下去會死掉 真的跑不夠動的時候 身體會告訴你 你真的喘到不行了 但如果你在身體狀況還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心率算比較高 那你就先繼續再堅持一下 我覺得是還可以的狀態 有時候流汗流太多 手錶沒帶緊 也會有這種心率誤判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配速先跑 你真的跑不動 身體會告訴你 欸你該停下來了 那如果還沒有出現這種狀況 我覺得心率就當作參考就好 我們通常這樣間歇訓練 或是在訓練之後 才把數據拿出來看 在訓練的當下 我們會看的只有一個 就是你在每一趟中間休息的時候 恢復的心跳下降得夠不夠低 那如果你每一趟都降不下來的話 代表你周間的有氧慢跑做太少了 要多多去把我們藍色刻表的這些有氧 累積起來 那第二週的訓練呢 我們會安排三次的練習 就是在禮拜二、禮拜四、禮拜六 那這三次訓練呢 包括禮拜二的慢跑 跟禮拜六的慢跑 禮拜四呢 會是這個禮拜的強度訓練 那這次的強度訓練 跟上週比較不一樣 我們會做第一次的節奏跑 那顏色呢 跟之前的刻表也長得不太相同 它是紫色的 那強度區間大概是強度四驅 這個強度區間呢 會比我們的經驗訓練 強度稍微低一點點 但它的刺激時間 就是我們時驅在跑動的這個時間 是會拉長的 這次的節奏跑呢 我們總共會跑三分鐘 然後持續五趟 那這三分鐘的過程呢 要用強度四驅來跑 那強度四驅的定義呢 就是我們可能定義 它會是常見些 或是你可以跑一趟 5K測驗的這種強度 那強度四驅跑三分鐘 每一次跑完 原地休息三分鐘 然後這樣重複五次 所以你的訓練呢 就是三分鐘持續跑 三分鐘休息 三分鐘持續跑 三分鐘休息 那總共會有五個小小的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的這種T型的圖像 是你訓練之後的數據 那這個訓練的目標呢 是希望可以刺激你在 跑10K最後測驗的時候 維持在一定的強度 但時間又不太短 讓你可以漸漸的去適應說 我在測10K的過程 要用這樣的強度來維持 才有可能把成績再往上突破 所以它跟上禮拜的 間隙訓練就有點不同 強度稍微低一點點 但訓練的時間 稍微拉長了一些 那如果你在這次的訓練當中 可能會覺得過程 真的是很辛苦 跑得很痛苦的話 你可以稍微調整的是 休息時間不動 但把配速強度 再稍微每公里 可能往下降10到15秒 舉例你的強度失去 原本是跑5分速 你可以稍微下降到 5分10秒 5分15秒 用這樣的方式 一樣持續跑3分鐘 這樣對於我們實際的 刺激的目標 會是比較有幫助 才有顯著的進步效果 接下來來回答幾個 我們在這幾次課表 收集到的常見留言 那第一個最常有人問到的 就是我在訓練課表當中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這次的訓練漏掉了 我該在明天補嗎 那我的建議啦 是如果你課表漏掉了 就漏掉了 就不要補它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今天禮拜三的課表沒跑 你禮拜四才跑 可是你禮拜五 還有一個原定的課表安排 這樣的話 你會因為刺激的時間 累積太接近了 有可能會因為這樣 影響到你的訓練表現 身體來不及恢復 所以我們每次的安排 大概都是兩天做一次訓練 目標是讓身體有一定的恢復時間 去消化掉你每次訓練後 產生的這個疲勞狀態 所以如果你真的漏掉了 訓練這個課表 就直接往下做就好 不用刻別在 可能昨天沒跑 今天補完它 然後明天又有原本的課表要跑 這樣疊加下來 是比較有受傷的風險 那到第三個禮拜呢 是這個週期四週當中 最辛苦的一週 因為訓練的內容是比較多的 那里程的累積也會是比較辛苦 那以有氧來講 一、三、五、七這四天當中 我們的禮拜一、禮拜五、禮拜日 都是有氧的慢跑 那禮拜一呢會做30分鐘 禮拜五也是30分鐘 的這些有氧累積 那週末呢會做有50分鐘 相對起來 稍微長一些些的里程 那50分鐘如果是用 6到7分數來講的話 大概大概啦 就是大概8、9公里 所以已經很接近 我們要測驗10K的這個里程 所以有氧會做三次 禮拜一30 禮拜五30 禮拜日50 那除了這三次訓練之外 我們週間禮拜三 一樣會做一個強度訓練 那這次的強度訓練呢 從上週的強度四驅 三分鐘 到這禮拜呢 變成強度四驅 四分鐘 然後一樣是維持五趟 所以我們強度 有稍微慢慢的提高 就是把持續的時間變長 那四分鐘五趟 每趟呢 一樣是原地休息三分鐘 透過這個禮拜的訓練刺激 可以讓我們的強度 堆到最高強度 那里程也是最多的 那這樣對於下一個禮拜 準備做10K最後驗收的時候 微微的調降你的刻表強度 應該得到還不錯的這個反彈效果 下一個問題是有人問到 我現在強度一區 慢到接近走路的狀態 那我應該要提速嗎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蠻多人有問到 那我的建議 是你可以在短時間再做一個小測驗 重新評估現在的強度 對你來說是不是真的太低了 那第二種方式呢 如果你不想要測驗 你也可以嘗試著 稍微把強度區間提高一點點 例如說你原本慢跑強度一區 慢到跟走路一樣 你可以邊跑邊唱歌邊聊天的這種強度 那真的太低了 你可以試著讓你的訓練過程 先連講話都會有點辛苦 要持續唱歌 是不太可能的這種狀態 用這樣的強度先維持 可能20分鐘的持續跑 如果你跑個兩到三次 你就可以慢慢校正回來說 欸我這樣的強度區間 可能位於我的強度二區 那是不是我的強度一區配速 就可以稍微再提升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太慢 可以先做重新測驗的評估 或者是把訓練強度稍微提高 但不要把時間拉這麼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重新做RQ那個APP就對了 重新再把你做一個小測驗 3公里 1.6公里填進去 然後重新評估 因為有可能你在 第一次測驗的時候 已經是6個禮拜 或8個禮拜前 但是你這過程一定會進步嘛 所以我們自己在 微調大家的這個訓練強度 大約是一個月會做一次校正 會持續的動態調整你的訓練強度 恭喜你撐到最後一個禮拜 也就是第四週 那第四週呢 我們安排在禮拜六做一個小小的10公里驗收 那10公里驗收之前呢 還會有兩次訓練 但這兩次訓練呢 基本上就是調降強度 然後準備讓身體慢慢恢復比較接近比賽的狀態 我們會在禮拜二呢 安排第一次的強度四驅 那五分鐘 那總共持續四趟 那這五分鐘呢 目標呢 還是讓你稍微的身體可以適應 有一點點像10K比賽這種節奏的感覺 所以你在跑這五分鐘的過程 要感覺我跑的每一趟 休息完重新開始的時候 好像都是從零再重新開始 這個時候攝影中間應該感覺是很良好 因為你在做完三週的刺激 在第四週 理論上你的體能跟你的速度 都是線性往上之後 這個準備應該會是相對來講比較輕鬆的 禮拜二做完這個禮拜測驗之前的最後一次強度之後 禮拜四 我們會只做一個20分鐘的有氧慢跑 那這慢跑呢 只有一個要求的目標 就是要保持身體輕鬆 如果你就是腳很疲勞 這一天就休息 讓身體恢復 那禮拜六 也就是這個禮拜最後一次上課 那這次訓練呢 就是要把前面幾次的訓練週期 包括上個禮拜的四週 到這個禮拜的四週做一個總驗收 在這八週期間 來看一下你自己10K的進步程度 所以禮拜六的10K 我們會建議大家可以用強度3到4區開始跑 用這樣的強度區間做一個10公里的測驗 會對於你的成績應該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新手上特區 一樣老樣子 大家如果想要索取這次的課表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 點到我們的Lite at 官方帳號 然後在裡面輸入這次的關鍵字 新10公里課表 就可以獲得這次的專屬課表喔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多多回覆 你們在這幾次訓練下來 對於你身體的進步感受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或是你實際測驗的成績 有沒有真的因為我們的課表有大幅的突破 希望這樣的內容對大家有幫助 那接下來呢 年底的賽事也越來越多了 可能有半馬 可能有全馬的賽事 也希望大家可以妥善的維持這樣的訓練習慣 讓你的身體準備好 然後再去參加一場屬於自己的真正的比賽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持續鎖定我們的影片 我們包含有很多系列 新手三次特區 止境之巔的挑戰 甚至還有 六大馬的 前進六大馬之路的開箱 有很多內容 持續分享給大家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 還有最新的節目 那個叫什麼 賽道調查員也很收穫喔 對 賽道調查員意外的收穫不錯 我們接下來會出現在幾場陸續 在大家的賽場上有遇到我們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合照 我們就會對你有一個簡單的訪問 接下來下一場是花馬松 常有馬松 然後 國外的我們還會去紐約 千葉 台北的話 最後就是台北馬松了 所以接下來還有很多場 賽道調查員持續準備登場 這個節目是不是純粹就是因為 馬場那個分析師實在太累 太辛苦了啦 大家每天都說 先不要腳趕這個 我們先來問一下 什麼時候馬場分析師會上線 我跟你講 我們看那個鞋子 真的是看到眼睛花掉 真的是沒辦法製作出來 但是柏林馬有錄喔 接下來大家鎖定一下 柏林馬讓我們製作一下 大概要兩個月吧 三個月好了 我先努力把鞋子看完 再來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